内地的支援队伍也协助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都应该要动员起来 如果不是好像对人家不住 人家这么远路走到来 人家扔开他原来是身边的工作 回去还要隔离21天 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就手旁观 阔老难来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忠 透过视像形式接受访问 想问谭sir 公立医院隔离病床的使用量 现在已经达到九成了 是接收病人的上限 天文台也会预告有冷风习港 那么多病人要在急症室外的 这个临时帐篷等候入院 那你认为怎样可以改善这个情况呢?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医护人员 他们的辛努 实在是很辛苦 大家最近都是日以计夜 不辞劳苦 有些完全都没有回家 我们衷心感谢他们 商界也提出了他们一些房间 酒店的房间 那么我觉得这些都要充分利用 我觉得最不理想 就放在医院外边的帐篷 未来几日是很低温 很冷 用下雨 希望能够处理到这个问题 那么多酒店可以借出来 就尽快安排他们 因为香港那些所住的地方 大家都比较合宅的 很难说一人有个房间 那么希望可以尽快隔离开来 那不会影响他们家人 影响隔离轮舍 目前有很多间医院 或者医管局里面 都公布了很多前线的医护都不幸感染了 医管局其实都有呼吁 一些私营医疗机构 或者私营医疗系统的私家医生 或者护士都可以加入抗疫的行列 但是如果到最后都是不够人 你认为呢 其实是不是我们都可能要请中央出手 那我们都感谢祖国派出这个支援对不对 别人来自四面八方都支持我们 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潜力可以发挥出来呢 香港市民方面 我们都要一起努力 动员起来 人力物资 去一起跑这场仗 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的内部要动员起来 有些工作是否可以请私营医疗机构 私家医生帮忙 比如接种疫苗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道 我们这么多小朋友 这么多老人家 现在排队排到三月底 虽然我也知道政府方面 都在不断增加这些接种点 亦都在增加人手 但是我觉得还没完全动员起来 香港有很多医生 私家医生 但是现在好像有一千间的参与 我希望多一些出来 因为打针这件事 又不是说很艰巨的东西 又不是说很辛苦很危险的东西 你自己又估不估计这件事 其实是否市民如果行有预力 都可以做这些东西呢 有时候民间有些力量 发动起来 很多物资 也希望政府拿到物资之后 尽快去使用 尽快分发 我们民建联也在招集义工 当然义工呢 他们不是一些专业方面的医疗 他们可能只是做一些 比如派送的工作 比如有些包装的工作 等等 或者有些探访的工作 有些是隔离户 他们买不到东西 那我们的义工就帮忙 帮他买些菜 送到他门口 让他可以自己煮食 也都有一些帮忙打电话 或者有时送一些中药包 帮他给他们 或者将一些快速测试剂 将它分拆开来 一包包这样去处理 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 香港有求 国家一定会帮我们 但是大家都知道 抗疫的大忌就是松懈 阿譚长有没有中谷给市民呢 希望大家尚下同心 同心协力 去打胜这一场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